证监号码是什么? 在中国,证监号码一般指身份证号码。 在港澳台以及国外,证监号码指的是密卡号码。 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的一种法定证件, 多由各国或地区政府发行与公民, 应作为每个人重要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公民身份号码是特征组合码, 由17位数字本体码和1位数字教研码组成, 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, 6位数字地址码, 8位数字出生日期码, 3位数字顺序码和1位数字教研码。 居民身份证是我国公民的法定身份证件, 公民应增强居民身份证安全保护意识, 妥善保管居民身份证, 防止丢失、被盗。 保渐数字事明 triple稿认。